升旗易得道 第三節 剛才咪後 我們有很多話題說 說到本土派 又說大陸人 我將本土派和大陸人 融入了同一個故事裡面 這個叫做本土花肥 為什麼叫做本土花肥呢 我聽過節目之前也有說 即是 香港人很流行回大陸 當然是陳寬 很多時候是騙人 我回大陸談生意 變成生意談 回去叫雞就叫雞 叫雞就變成了 在上面做了長期的飯票 做了上面的一個女性的長期飯票 因為很多時候 通常都是臨老入花蟲 香港做了五十年 或者五十幾年人 在香港規行舉報 什麼都不夠膽 死坑死底 回到大陸 變成了大爺 那些女人叫你做英俊 這個字從來 五十幾年從來 從來沒有在你的生活中的字典出現過 突然有人叫你英俊 你真是相信的 他以為我真是很英俊 上到去 死坑死底 整副身家就回去了 一個星期做一天老公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上班 一天做十九幾個小時 哪天有精神 每天回去當然不可能 一個星期翻一天 上面那個人也掌握了他的時間表 知道了他的路線圖 逢是星期四放假的 每個星期四 當然是招呼你的客人 你的老闆 那天有預約 就是你的 但是其他的六天就不是你的 因為他可以同一時間接七個客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香港男人就是休息 有時候你知道香港男人 甚至乎 沒有假訪 那一星期 他就等於可以做休息 真的休息 我們很多時候 我當時奉獻過 這類型的香港男人 千萬不要 想著 給人家驚喜 搞什麼Lomantic 你沒有資格說 為什麼呢 你一說 跟人家換假 星期四改 星期三 給他驚喜 大嶺王 千萬不要給他驚喜 你上去 你經過他 為什麼呢 當你的鎖匙還沒插進去 其實你已經聽到 在屋內 屋外 已經聽到 嘻嘻嘻嘻嘻的聲音了 為什麼那些聲音 你其實已經心感不安 但是 你不敢相信 亦都不接受這個現實 插著鎖匙下去 一打開門 那個混蛋 女兒被人診 任何一個人 尤其是五十幾歲 臨老入花 從來沒試過 覺得要捍衛自己的主權 神聖領土被人侵犯 好像日本人一樣 第一時間衝進去 當然第一時間衝進去廚房 拿把菜刀出來 是不是 某名嘴就說 千萬不要這樣做 拿把菜刀出去砍死人 是犯法的 不對的 老實說 正常一個男人 一定要去廚房 真的要捍衛自己的尊嚴 自己花那麼多錢 做樣子都要拿把刀出來養下 表情很憤怒 像泛民一樣 今天是民主最黑暗的 今天是男人最黑暗的 見到老婆被人襯 那個人還好 老婆的反應 還是很出奇 比平時激烈很多 老婆的女人平時 不斷應酬 哎呀哎呀 哇 你看到那個人的表情 或者他老婆被人的反應 是很好的時候 男人是更加忍不住 一定要衝進去廚房拿把菜刀 是不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會阻止你去廚房拿把菜刀 如果你砍死他的話 問題就是 裡面 只不只一個男人 是可能不只的 因為他接得這些生意來做的時候 又或者那個可能是真愛 那個可能才是真愛 因為人家可能很厲害 年輕人 你老爺可能不行 或者沒那麼厲害 那人家可能真的是真愛時候 或者人家年輕力壯 甚至乎是公安 是不是 又或者不是一個公安 是一隊公安 所以呢 你要衡量自己的力量 很多時候男人就做了花肥 什麼花肥呢 被人剁開三三四十六 之後呢 搞混了他之後呢 用來種花 變了花草藏屍 所以呢 我們奉勸很多那些北上 叫做做生意的朋友 避免成為花肥 遇到的情況 記住要忍 一聲吞了他 自己做了傻子 回家 馬上回香港 去打個骨 去解個刺雞 撿回一條命 但是呢 愛於男人的尊嚴呢 即是 劃分兩頭 那你也有時候 一時衝動 你也要計算一下 自己打不打得過他 打不過他 成為花肥 很嚴重的 如果打得過他 那可能你也要做的 是不是 沒有理由 那麼失威的 那麼牽涉到 有些本土派 說要勇武抗爭 我們會說一件事 即是我們說了那麼久 其實就是想說本土派 其實要說本土派 因為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 秤一秤你自己 打不打贏 你打得贏他 好像初一扔磚 喂 你可以扔到警察受了傷 那你是有好處 有好處 你就做 問題 那一刻有好處 是啊 那一刻有好處 問題你不要 就是純粹 不說對還是不對 是不暴力的問題 純粹算得失了 純粹算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其實理論上是賺的 賺了的 因為起碼你令到 部分警察受了傷 幾十個受傷 起碼你不是白書 不是被人家打 你好像佔領那段時間 警察進來只打 個個爆頭 沒有人傷到警察 以軍事何緒來說 雙方傷亡數字 雙方傷亡數字 就是一百人被人打破頭 警察是沒有傷亡的 只有一個不小心自己扭傷 哈哈 接著看鐵打 接著就告訴別人 報工商 之後報工商 就是之後報工商 那我們從那個叫做 經濟角度看 你是叫賺了先 那有賺點都比虧的 問題就是 你賺的那份 是不是人家蝕出來的那份 是不是你叫做 自己有 你打散一個警察 反正警察 反正警察 充五十個出來 打散你四十個同伴 那你是賺了還是虧了呢 那當然是虧了 即是我們呢 是希望大家 在做一樣 一樣的行為之前 介一介有沒有得賺 先 輸夠硬的事情 先別做 還有呢 你是會害了身邊的人 那你做這件事 你不是勇武 你是害狗兄弟 即是女街坊 你一個人出來 請英雄以為很威水 誰知有五十個人被人打散 那你就害死人 是嗎 即是本土派這件事 即是人海戰術 用平衡做人海 不是所有本土派 很簡單 即是梁天琦 他兩點鐘被人抓了 是 扔磚沒有他分 但是他自己本身 就拿了扔磚這個光環 所以他出來選 是 黃太陽沒有扔磚 拍不到 他三四點他都閃了 他是呼籲你的人扔磚 他只是 你們抓了 雖然他有授把 但是問題就是 他真的沒有扔磚 他煽動最 可不可得入 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 扔磚這個行為 是過不了 黃楊達 他只是叫讓磚頭飛 不是他扔的 你扔那個人入了 他都很聰明 因為他們是一個聰明的人 罪就是你揹 光環是他拿的 從來都是 黑社會大陸 有什麼就叫年輕人做 然後拍手掌 有時你們揹 其實跟黑社會運作完全一樣 是 變成有些網友比較衝動的 你要看清楚 因為 受把的是你們 有賺你不怕做 一樣在輸的東西 蝕的東西 就無謂做了 我是奉勸自己 大家計算數 我講一講 其實他們的運作模式 就是等於黑社會 黑社會收靈 講利益 他們也是 錢的 你找到 你課金養我 這是第一 第二 還有一件事 現在香港 黑社會沒得做 剛才我說的 全部都 不是新界佬 沒得做 黑社會 那我問你 小孩子 有些人真是反叛性大 以前加入黑社會 大的分中好的 還看著你 現在就不是 他們將它不滿情緒 投射到社會 投射了大陸人 加入了 他們 就變成了 某一類的本土派 不是全部 某一類的本土派 就是跟了大陸 還有 以前做黑社會 看到 差勞要左閃右臂 我最同意你這句 就是現在那些本土派的問題 在哪 就是 他們不是真的本土派 而是他們 加入了某個幫派 的本土派 是一個幫派 他們不停踢地盤 還有一件事 黑社會 經常要被人罵 還有黑社會 看到警察要躲起來 現在他們加入了這些 所謂本土派 他們是拿光環的 我看到要扔磚打警察 警察要走 我不是不信 某些年輕人 對於香港本位 那個追求 和香港自治的追求 我不是不信他們 問題就是 現在那些 不怕開名字 雙活一層 那些 其實跟了他們的字 就像你說 踢了入會 那樣 受到指揮 我其實是為了香港工作 還要比黑社會 還要比黑社會 因為黑社會 還要比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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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社會有安家費 他們只是為死 還要比黑社會 但心理很舒服 我為香港 做了貢獻 平時看到警察全面 現在看到警察立衣 我一向都說是發動性戰的,拿好多的可難經歷 上天堂的,必須安家費都不用費 72個處女等你 剛剛在上個星期抓了一個中大學生 他就是熱血公民的成員 他就是燒哪個裁判處的垃圾桶 被警察抓到,高登法院 被閉路電視拍到 這傢伙要坐很多年,而且在高登法院中火 首先我想問一下,燒一個垃圾桶 對於建國有什麼幫助呢? 這個我都想不明白 沒有建國,永續基本法,是陳文說的 現在很大瘋狂 Mongol要否定基本法 要打倒共產黨,現在突然要永續基本法 現在還在說永續基本法 為相同而團結 他們根本沒有相同 就是他們所說的 永續基本法 可以有新口號 打倒共產黨,永續基本法 這個挺過癮的 等於是一個外國的漢奸 外國漢奸是誰? 馬英國 你自己拿了澳洲護照入席的時候 宣誓效忠英女王 你現在教人怎樣愛中國 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所以人家還問那個人是誰? 陳淑珊 陳淑珊問他什麼國籍 他說是秘密來的,不能說 私人問題 你是什麼國籍 而你教人愛那個人是中國 起碼你是中國籍 你原來不是中國籍 你教人愛中國 這個比較有趣 即是你去到那個 等於你本身是一個禁讀大使 但是你原來 不是禁讀大使 你是禁賭大使 但是你是最自補經的背心出來 你禁賭的 他這不是文化愛國論 他可能又是認同中國文化 就是中國人 他現在可以這樣顯譯 很厲害的龍門 現在搬到這樣 馬英國有機會做國家領導人 他這麼愛國 所有國家領導人都拿外國護照 他一樣 都是私人問題 剛才 跟國家領導人看齊 朕不能拿外國護照 是國家領導人的親戚才可以 不行的 你本身江澤民不能夠拿美籍 不能夠去美國 但是那些字眼不夠正式 不夠準確 不夠準確 不要誤導 最後你做聰明 習近平的女兒可能是美籍的 但是他不能夠美籍 他不能夠做一個美國人的 中國總書記 但是我們看看 台灣可以 馬英九是美籍 全家都是美籍 這個也比較好笑 他叛國 雖然他是美籍 但是他投了共 這件事變成三面碟 馬英九 我們當時有個大膽預測 一到520就職典禮 馬英九就會回大陸 做國家領導人 因為 中華民國總統 卸任總統 國民黨前主席 一卸任就來 中國共產黨的規下 做一個政協主席 甚至讓你做國家主席 應該是做政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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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治協商 從來都是統戰 收賣八大民主黨派 加入中國國民黨 變成地九大 還有 精神勝利 收編了國民黨 等於收回台灣 其實不是收編的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他這樣做 國民黨就崩潰了 整個國民黨 哇 當你這個總統 都去到共產黨那裏 等於宋慶寧 宋慶寧 拿著選中山夫人分分 當時是副主席 當初是副主席 國家層面是統戰的 統戰系統 所以我們認為馬英九 到時會回大陸做政協主席 一定是對整個國民黨 基本上是送他一程 我們這樣看 即是保送民進黨 基本上我覺得 保證民進黨連任 連任三屆 連任一定連任 兩屆三屆 我想不能翻盤 八年之後 都是民進黨世界 譚英文退休 都是民進黨再做 等於民進黨 是啊 等於民進黨分裂 他有什麼第三勢力 沒問題 以後就是民進黨和民進黨爭 那兩黨制就是民進黨加民進黨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看看 如果你說差開一點點 講美國 我們也要講一下美國 因為現在的共和黨 其實都很嚴重 因為特朗普 選舉人票 應該就拿到大部分 應該就可以出線 問題就是 現在的共和黨 反距的力量越來越大 甚至乎 我們在想 會不會變成台灣的紅獸柱 現在的格局似 他應該都能出線 問題是 他對共和黨的傷害 是很大 在紅獸柱消滅國民黨 其實最重要是因為 共和黨的選舉 他們內部一定要候選人 選舉人票超過一半 因為他三分天下 那兩個人不夠票 但是當努針 他本身拿不到一半的話 共和黨可以另外再找第三個人出來選 但是現在他有機會過半 這樣才麻煩 他應該會消滅共和黨 我現在有理由相信 特朗普是民主黨排過去 奧巴馬的人 絕對 因為你找不到一個對共和黨的傷害 這麼大的 這麼多年以來最大傷害就是他 很大 即是紅獸柱 是無出其有 對國民黨的傷害來講 基本上王黨就是紅獸柱 但問題是 國民黨自己爛 不然就沒有紅獸柱 黃金平和朱立倫一組 為我們出來選 就沒那麼傷害就大了 你們兩個就不是當人不一樣 因為紅獸柱很興奮 當時我們分析 他當真來玩 很興奮 所以我看到特朗普的Facebook 有很多讚 我懷疑很多讚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即是當時台灣選舉 那些人不停去讚 紅獸柱的page 民進黨的支持者 大家都說紅獸柱好 說他民調更高 更高 比蔡英文 一樣 其實我覺得那個很像 反過來 奧巴馬真是豪能力 黑鬼 你又堆倒油價 搞到俄國 現在講得了數 應該升了 現在回到40元 現在講得了數 因為敘利亞 他被撤軍 其實談得了數 因為俄國人沒有錢 抵不到他去敘利亞 所以他被迫撤軍 所以油價升了 因為最主要就是 我猜一下 是談了數 所以你撤軍 大家都有下台階 你又不用死 因為你撤軍之餘 我亦都被油價放回來 夾死你 如果油價持續在40元以下 俄國就糟糕了 他已經沒有什麼儲備 不夠錢就糟糕了 喂 本土花肥我們說了 其實我們都差得比較遠 對 差得很遠 我們還有一個角程 是一個笑話 其實我們都知道很久 但是呢 我一直都忘了說 這個真的好笑 真的要說 但不說 又忍不住 因為真的太好笑了 我們一個好朋友 也是叫Johnny 也是Johnny 他是非常厲害的人 他就告訴我 有一件事 就是去年 不知道是十月還是十一月 中國有一個叫常惡二號的物體 就寫上月球 其實是一號還是二號 我上網查過的二號 寫上月球 中央電視台 看了十天 監聽了 連續十天在大吹大吹 哇 很厲害 超英改美 很厲害 說了十天 到第十一日 到第十一日 忽然之間 無疾而終 從第十一日開始 沒有再提 這個常惡二號 月球 全部沒有再提 是 是 如果正常來說 例如北京奧運 大明大放 說了十天 嘩 大張旗鼓 說了那麼久 很厲害 國家如何強大 你到第十一日 忽然不說 是 是很不正常 是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大家猜猜發生什麼事 大家猜猜發生什麼事 爆炸到 九成九 就是那裏斷了線 沒有信號 很明顯 常惡二號就是去聯絡 沒有信號 變成太空垃圾 因為那條線斷了 沒有辦法 叫他回來 沒得再直播 是吧 唯有大陸 唯有不提 就是好像 現在 最近 有些網友寫文章 說回林彪事件 即是說林彪 說他的兒子 吹捧到超天才 林副主席 永遠健康 為什麼永遠健康 林彪吸毒 吃鴉片 因為身體經常有病 就要說他抓他永遠健康 如果健康的人 你無端抓他永遠健康 共產黨的語言 完全是百分百 暴露了他發生的事情 沒錯 你一個人 真是百病前身 可能早死過毛澤東 他們說話好像 迷語的迷面 你永遠看完他說話 你自己猜到後面發生什麼事 是的 他而且是畫公仔畫出場 你抓林彪永遠健康 即是說他快死了 就快死過毛澤東 他不健康 是嗎 你說幾句後面的意思 是的 就知道了 上俄二號 上俄二號登月 吹得很厲害 中國人征服太空 什麼都說得出 第十一天突然間 完全沒有提 之後已經沒有再提 這次是上俄二號登月 斷線失蹤 是的 很明顯 就斷了線 很好笑的 大陸的新聞 你如果有留意 你懂得解讀他的事情 突然之間 這次一路一帶 李克強完全不提 完全就是共產黨那一套 知道一路一帶 已經玩完了 已經玩完了 一個總理 一路一帶 應該是一個國家總理出來說 因為 國務院是負責經濟的 一路一帶是一個經濟項目 你不是一個統戰項目 統戰項目 應該找統戰部長出來說 或者找政協出來說 講了這麼久 現在一個經濟 負責經濟的國務院總理 竟然隻字不提 一路一帶 即是這個項目 已經玩完了 好像董建範所說的 不提就沒有再發生了 好像八五五一二二一樣 不只是他不提 是其他官都沒有再提 沒有再說了 這件事 我真的很期待到中國外交 什麼時候不再說去南海 做普通商業運作 那些不是軍事設施 如果提也不提 那些東西被人瘋滅了 是啊 不提的 誰不敢提 他停止也做到 他也不提的 你美國人直接在航空 沒有眼睛遊歌 你夠膽你就來吧 對吧 你一出來 很簡單 你用幾百億氣的島 人家按鍵就要你的島 沉到海底 你是不是即時沒有幾百億 現在的軍事網很好笑 等於七隻的航母戰艦群 等於七個八隻在那裡 怎麼算出來 因為你不會游 用它的雷達來計 是啊 航空母艦現代來說都避不了 不是 航空母艦可以射飛彈 嚴格來說 航空母艦都不能避 美國的科技已經很先進 他現在搞電子炮 我們有一集好像有說過 港導彈追蹤的問題 都說他五元打個炮 他成本只需用五元美金 大陸現在用白均電子炮 大陸的科技那些網 都說到大陸好先進 開消滅美軍 電子炮是不是抓到黃台 是啊 淘寶有得賣二十幾元那個 他就有那些 賣的不過都沒有辦法 是這樣的 他現在好像春晚也是 在廣州找了幾百幾十人出來 其實他都在不停地做 其實是在刺激中國人的民粹主義 而且外中國其實很多好的 但其實等於跟Google相比 根本上就是大人打小孩 沒有得比的了 我們再說回大陸很多時候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中國遊客去泰國旅行 別人解釋了 是 他就是有一盆蝦在那裡 每個人都在刺激 每個人都在刺激 每個人都爭著 好像荒死不能吃 現在出來解釋 說那裡的貨食很差 什麼都不能吃 只有蝦 但是蝦原來是冷的 刺激之後 拿回去 發覺是冷的又不吃 你刺激下去那一刻 你會感覺到 他還說了 因為沒有夾 不夠夾 所以要用碟去刺激 所以剛才我們的說法就是對 為什麼會有官方出來 代表他們解釋這件事 不是 他們民間是自己出來解釋的 好像官方有說 官方有說 不是官方有說 不是官方有說 大家在座 黨團有說 我們 Johnny可能年輕一點 因為有套電影叫做合家歡 我想你可能沒有看過 許冠文做的 許冠文 合家歡 他是說一個大陸人下來香港 這樣就去旋轉餐廳 吃自助餐 那他有什麼去做呢 你好像聽過 可能聽你說也是 龍蝦 整隻都拿走 那些鬼佬看到他轉頭 當時只有一個許冠文 現在呢 全場都是許冠文 你想想 多糟糕呢 喂 他們呀 去掃那些自助餐 好像你有沒有看葉繼歡打劫 當年去文華街 一次過打劫四根金號 他就是一隻手不斷掃 不斷掃 他們的自助餐 那個理解呢 他不是筆那些東西 他是整台搬回去 你年紀太少 他們只不過說年紀大些 他等於我們七十年代 花王俱樂部胡彰之話頭 一隻手任拿 拿得多少就多少 不是呀 他講你一個人嘛 他跟你規則 你說任拿 不是呀 自助餐會任拿 你不是要搶 他搶到 就是他用一碟 放進去刷 你刷下去 已經感覺到 那些蝦 你怎樣 可以解釋呢 三隻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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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不知道是涼呢 你那些蝦 一放進去 你已經感覺到 是涼的蝦 涼你又不吃 那你拿這麼多 幹什麼呢 還有呀 被人拍到 不是只有蝦 其他你都全部吃剩的 是不是 你說那些東西不好吃 不要吃 你不要拿這麼多 中國人就是 要撿書 那你拿這些東西去浪費 真的浪費 食物 你說那些東西不好吃 當然啦 泰國很多自助餐都不要吃 這個真的 但是不要吃 不要吃 沒有人可以拿這麼多 是不是 這件都是醜事 醜事 不是呀 你被人覺得 你是從來沒吃過蝦 是不是 你沒見過蝦 可能這種生物覺得很新奇 你這些人可能是 說六一年剛剛餓死人 沒有辦法 兒子都要吃 逆子而吃 有蝦 好像那些 解放了那些 其實最主要就是 太多各地的 鄉鎮的人出來 如果城市人不會有 好一點的 差很遠 如果昨天我和我兒子 那也嚴重 正如他剛才所說 你現在幾十個許冠民 如果你說你以一個比例 你真的策出國際 比例可能 有三億人已經和香港人均等 但是追策 還有十億人 還有十億人是這樣 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見到也沒辦法 我覺得他們是教育的問題 上面的人很多時候是沒有公德心的 其實他們下來香港 你都很明顯見到什麼叫公德心 他們完全是不理會別人的 不會理會別人的 站在春合口那裡 就在聊天打牙教的 不理會別人要出入的 他們在農村生活 或者鎮生活 鎮仔生活 他們是這樣 沒有那麼多人 城市人可能都沒見過那麼多人 他習慣了在那裡聊天 他不知道他會阻礙你 這是第一 第二 他在農村長大 每個小孩子穿開朗褲 是不是穿開朗褲 是呀 蹲下就是阿寧 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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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習慣 他們不能夠即時改變 我理解他也好 或者笑他也好 笑他也要笑 因為你恥笑他才有進步 但是問題就是 他 現在中國人 尤其是土地 他們賣了 其實他們很慘的 因為他們要將農村發展 那些官要逼他們賣了那些樓 他們賣了那些農地 那些農地 不耕田的了 一次過補了筆給你 然後你就去那些市裡面 地級市那裡買一層樓 那你就過城市人生 還拿著大把錢 還有最慘的是那些官員和那些人欺騙你 你有錢 你有房子 不如我再借錢給你 他們沒有想著 原來這些錢 是我現在應得的 我沒有想著還的 有些人的觀念 然後我拿著錢去花 他不知道過幾年就糟糕了 就是保地價給你 那這些就是國內的社會問題 將社會問題對於那些人的教育不足 輸出全世界 輸出全世界 沒有罵錯 即使你理解這件事 也沒有罵錯 這個世界很多時候 中國人說的 入屋叫人入廟拜神 入鄉隨俗 喂 你是野人 你去到文明世界 你就做回 你起碼 你學一學別人怎麼做 你不能夠做回你野人 在大陸做的野人生 所以我也告訴你 除了深圳 深圳也好像香港是一個外來城市 人口不停 沒有深圳人的 根本上 數了五個幾十萬 純種的深圳人 全部外來城市 是歧視成分最低的 你說在北京 你只要不是北京人 不是北京 如果他歧視你所有人 去到上海 最歧視的 就是全部上海人 你旁邊無石 蘇州都歧視你 你根本就不應該在我這裡和我爭吃 廣州也是 廣州最黑人爭 見到你的老大女兒 由早到晚 就是考慮我們 誰都是這樣說 紫右鄉 深圳不是這樣 深圳是移民城市 今天差不多 現在講台務 我們先講台務 節目內容差不多 今天都非常豐富 記得上去 因為有網友跟我說 在YouTube上找不到的節目 他一星期易得道 按搜尋 就出不到最新的影片 我都按過 其實我都發現有這個問題 比較更新的影片 不知道為什麼放了 但很後 所以你最容易找回YouTube的方法 就是 因為我們的名字還沒改到 就是炮打施刑部 然後你就會看到有一個頻道 那張圖是一張藍色的圖 白色字寫著 升旗易得道 你在那裡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YouTube 我們會上載最新的YouTube 你聽重溫的時候 另外有一個網址 另外一個網址就要宣傳一下 因為都沒有特別說 都是叫升旗易得道的 很容易記 www.tuesday 所以就星期二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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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取得道 可以頂逸 這個名字 不要介意 這個容易記 也沒有登記 它就用了這個 是 我們也要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一直都叫網友 Like 不夠 Like 又說減時 因為我們其實被人隱瞞了一年多的收聽 一直都不知道他下載的數字 我不明白他隱瞞有什麼好處 我們不知道 當然要希望網友反映給我們聽 反映得少 我們就不想做 現在我們 完全 當然未百分百分百反映了 但是 起碼我們也知道數字 一直都在增長 大部份的數據我們自己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掌握我們 譬如下載 因為我們做MPV被人下載的 關於香港網台那方面 我們一直都 會安排在那邊盡快 其實只差一點問題 變成那個情況跟以前有點不同 因為 我們也不需要 因為沒有人隱瞞我們 我們自己掌握到數據 也很公開 尤其是Youtube 變成了不會發生以前的情況 當然我們也希望網友 支持我們的節目 因為不用你付錢 但是你最好多like我們和share 因為你一個share 可以令到其他的朋友都看到你 因為你有共同朋友的 在facebook 其實我們現在幾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其實現在很多網友 主持人付出一些時間 做節目 亦有很多人是幫我們做義工的 有人幫我們畫圖 有人幫我們做 網頁其實都是 網友和朋友幫我們做的 拍心口做的 有人幫我們做YouTube 有人幫我們做MPV 很多人幫我們做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形成一個 大家都付出一些 的一個community 就是社群 每人做一點點東西 很符合我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相當好 叫做什麼共享經濟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叫做 大家都 不是為了錢 是為了我們做一個節目出來 那網友 你支持我們 例如有些事情你做不到 我們也不是懷疑要你收錢 那你 只是將你那個 Facebook 我們的那張圖 上面有的YouTube連結 和下載的MPV連結 那你將我們這張圖分享出去 你分享可能有 三個朋友看到呢 那麼多人看到的時候 那個節目變了 大家可以增加互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在我們的網頁 收到一些 網友的 來 即是來信 就有些 有些東西問我們 請教我們 那也都反過來 可能他有些東西教我們 你哪樣東西說得不好 因為我們要賣個關子 我們接下來 會有一位重量級的嘉賓 其實有兩位 其實兩位 不過我們暫時說一位 因為這位嘉賓 他是 香港 電腦界 或者IT界的 第一代的 叫做教父 1983年 已經 做IT 已經是做IT 已經是賺到錢 是住渣點山的 說八三年 真的很厲害 他打算 因為他聽了我們的節目 看到我們經常教年輕人創業 說一下建工 或者你說話 以及 一個出色的Salesman 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因為他跟我們 說了之後 他以前是 他以前是 訓練人做Sales 是 是收錢做的 現在他將會有機會來 和大家分享 免費將他的經驗 教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是十分之寶貴 因為 我相信 你就算付五萬元一堂 他上外面的那些堂 都未必 聽到那麼好的 那麼實用的方式 其實遲些我想搞一次網聚 是private 是 可能我們會講一下 你託找回 這位 神秘嘉賓上來 我們一起做網聚 變成一個Seminar 這樣做 我有這些idea 暫時未落實 但是我是有這樣想的 也可以的 另外我們再買多個關子 我們遲些會有一位 也是重量級的人物 上市公司主席 是一個很出名知名的企業家 實業家來的 是真是 靠做實業 不是靠炒賣 一元一元賺回來的 實業家 是會來我們這裏 黑串做嘉賓的 沒錯 我們其實都有很多 那些有寶貴豐富經驗 不是本土派說 這些老爺 不計我和Tone 其實我們另外那兩個嘉賓主持已經很猛 是的 現在再加了兩位 現在六個可以六十合體 所以 接下來的節目 是會不斷豐富的內容 亦都希望網友支持 like和share 我們節目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加了時了 加了少少了 今天多謝周生和大肥 也是周生和大肥 周生遲點我們看看會不會叫他 開新節目 他都有創業的 他都有創業的分享 周生和現在 星期二得道 說一個半鐘不夠 三個鐘再喝下去 因為 因為這樣 好像我 我大肥 正道的又有 做生意 邪道的又 黑暗 黑暗 下次我告訴你 現在香港有一個行業 犯法與不犯法之間 但是平均一檔 只要你有兩個人 早一個地方 你一個月 基本上可以收入超四萬元以上 其實這些事我都知道 只是外於我的身份 很多事我不能說 超四萬元以上 大肥要買關子 這個是再下一次節目 我有很多 我們太多內容 太豐富了 鄒山的強項 周三來有兩個強項 我們都要這樣宣傳 第一就是賣 哈利 第二就是賣努力士 這兩個都是老航專 有機會我們都請蘇生 做專訪 好啊 我們的老朋友 他最對勞力士 收到真的很多人害怕 我們暫時這個單一頻道、單一節目都很厲害 現在所有東西都集中回到同一個節目 跟一般的網台的做法完全不相同 不要緊 我們慢慢把它spin off 慢慢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分拆上市 今天的節目時間是這樣的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